从去年底一言再言 到现在终于要上映了 这是神力女超人1984 让大家久等了 而之前的神力女超人 她把背景设定在1920年代 现在神力女超人1984 把时间快转到了1980年代 这神力女超人 她进入到冷战时期之后 她发现自己要面对到 两个全新的敌人 一个是麦斯威尔洛德 一个是暴女 而这个神力女超人 就要用她的智慧 力量和勇气来去拯救世界 而且这个预告里面 你可以看到神力女超人 她有非常精彩大动作的 这些大规模的动作戏 但是预防爆雷 所以故事这边就没有提供太多 但主要是要跟大家说 和第一集相比 神力女超人之前的极数响比 她们的核心班底是一样的 依然是用导演派蒂真金斯来指导的 里面神力女超人 当然就是由盖尔加多来饰演的 克里斯帕恩只是饰演 史提福 吹佛 那里面更是找来的克里斯丁维格 来饰演暴女 也就是这一次全新敌人 另外呢 佩德帕斯卡她来饰演 是麦斯威尔洛德这个角色 所以里面的这些演员都是很大咖的 大家真的可以期待一下 终于要上映的神力女超人1984 我生命 并不是你可能认为它是 我们所有的困难 你曾经在爱上吗 一年长时间 你吗 好多次 是的 每次 欢迎来未来 生日是好 但可以更好 为什么不必 所有你需要是想要 想想想再次得到所有你一直想要 我能救你今天 但你能救你世界上 你死定了 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